大家好,我是亮亮,今天是8月18号 进入秋季,这两天又到了多雨季节 温度降低了,但是雨水还是不少 我的这盆地亚在经过阳光几天美美的照射之后 这两天又进入了快速生长阶段 绿绿的一大盆,爸爸说他就喜欢这个样子 但是我却决定,今天给他进行一下修剪 爸爸对不起喽,我的花园我做足了 雨多的日子虽不太适合肉肉的修剪 但是好在秋日以来,它温度降低了 然后就是修剪完毕之后 要对肉肉做尽以好防雨措施 不要让它直接淋雨 随着剪刀的咔咔声 我的这盆地亚很快就被剪成了一个秃头 你看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丑 但是今天的很丑是为了未来更美丽而做准备 这盆肉肉现在我终于的知道了它的名字 应该是叫月亮仙子 今天有时间决定给它撸一下叶子 让它的叶片少一点,然后通风性强一些 露出杆子,让杆子多能遭受一些阳光的照射 修剪,砍头,露叶片 其实在繁忙的工作中间 这我发现是一项很减压的运动 就好像一个人扔掉了身边所有乱七八糟的负担 只是干干净净,里里流落的站在那里 一个人卸下包袱会很轻松 一盆肉肉露掉叶片的过程也很快 只是在露叶片的过程中要小心一些 因为这些肉肉都是刚从雨季里走过来 杆子和叶片的接口处还很嫩 如果它动作太过于粗暴的话 就很容易伤及压点 所以露叶片的过程中要左右摇晃一下 慢一点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温柔以待 这盆布丁只是一个夏天也长大了不少 很多春天发出的小鸭在这个夏天 很多雨水的浇灌下都长得很大 但是它的好处在于 虽然小鸭长大了许多 但是它的杆子却没有像刚才的地牙那样 长得又细又高茂密 重生成一大片 它下面的杆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老的 大概是与我上盆的时候 它的盆土里颗粒配比比较高的缘故吧 由于杆子比较老 它露它的叶片也相对轻松了很多 这盆黄粒现在也是绿绿的 看不出一点状态 上次建小姐给我点名要它的品种 今天也给它露一点叶子吧 在露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它涂长成一片的纸条 说实在的我真想拿起剪子 像刚才砍地牙的头一样 也给它砍个痛快 但是一时间先收住了手 下面来看看这盆彩虹糖 这盆彩虹糖在这个夏天 长得真是连它妈都快不认识它是谁了 现在偶尔翻翻今年开春时间的照片 那个时候它的颜色和形状都非常的美丽 对比之下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是同一盆花 但令我感动的是 即使在毁容时的生长成现在这个模样 一有阳光它还在努力地变色 前两天阳光好的时候大半的叶片都是缝紫色的 这两天有雨了便绿了很多 看它这么努力 我决定帮它一把 于是我给它通通快快从里到尾的 炉了一回叶片 然后它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说我干的叫什么事吗 人家好好地一盆毛密的花 生生让我整成了一根根光杆子 大家说哪种样子更好看呢 金小姐说她最近买了一千多块钱的花盆 我听了吓一跳 好不土豪呀 那么我们这一筐叶片和坎头苗大概还不够它用吧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小时银行 我们下一个小时银行